大家好,我是潘大帅,欢迎来观战一把博弈的雕刻家,新赛季第一天,来看一下面对大概率对面的四黑,这个雕刻家呢要怎么样的发挥,上来一个点,傭兵,这傭兵要想打一打呢,也行吧,万一雕像噼里啪啦夹两下以后呢,他把这傭兵抓了外面,我都不知道傭兵该怎么救人,没有博命的外面,然后做事实来救人,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啊, 外面这些人的一个救人能力其实都不高的,所以说他真抓傭兵我觉得也,也能行吧,傭兵这边还是最后一个护必了,就是我只是刚才想一想,没想到真抓,然后呢,贴边雕像两下夹中以后,由于这边是打断了一个护必的一个位移啊,直接,我去,这还打了三刀,那球者来救一波,他就是二阶,傭兵又是个白板,没博命, 这一把我觉得博弈已经拿下了,嗯,求者能不能打呢,也能打,因为赵志农,你虽然说我刚刚反复强调的是什么,就求者知道这种脆救人能力不行,就优兵被抓的情况啊,但是,他们知道这种修机速度快,修机速度快,机械是外面双修,球图连线双修,这里,直接打一刀吧,对,就打一刀,这优兵, 其实,救下来也就这样了,雕像,古甲,机也是倒地,手里还有闪现,他换挂嘛,也行,这边直接鸟拥兵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的,最稳的,闪现也到台了,我舍得交这个闪, 其实,可以舍得吧,过来还看见娃了,闪现把娃打了,平地都打完,这个闪现捏着,是准备怎么的,下一局上来,双闪,讲道理呢,这个闪,虽然说他不交,没有任何问题,从结果上来看,他全部打到了,但是在我的观战,或者是我这个疲惑的心情之下呢,我觉得直接交了,一定没有问题的,早点交,刚才那边那块板子, 优兵不是就过了那块板子了吗,他如果交闪现,是肯定过不了那块板子嘛,一鼓,这还打个毛啊,这把他的这个雕像,指哪打哪,这种雕刻家呢,有一说一就,有点变态了,交个电,好,这边他看你状态补起来,知道你咒术师,机械师在一起了,我闪现一刀,你能不能把他闪现交了, 啊,你就交了闪现让我,我现在他心情很,很急迫,你们知道吗,我相信一定有观众是跟我一样的,就是,你这闪现留着,没问题,但是我们看着急呀,直接半血了,他不会待会切个金身什么的吧, 哎呦我去,真的好急呀,真的好急呀,你这闪现,你这技能能不能交一下啊,对吧, 啊,何雕像,秒,好,那这样他介石的位置还暴露啊,介石这边炸点,位置暴露啊, 人挂上,锁定,投个坟场,看一下介石的位置,有耳鸣的,足迹能看见吗,看见介石了,好,投坟场,看见, 这样吧,我们就赌他最后会不会交出这个闪现啊,闪现打个震射,还差一夹,还差一夹, 他救下来以后顶金身,也不会,哎,金身顶了,行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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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差不多差不多, 呃,反正这局呢,我不知道大家看的感觉怎么样,理论上面来讲的,这种雕刻家应该是看的很爽的,但是我看的很难受啊, 就是他这个闪现,一直捏在手上面,让我有点急啊,让我有点急,打得好,打得好,打得确实好,这个雕刻家无敌, 好的,也是该的朋友,我们下集见,拜拜。